大家好,我是阿菲 大家好,我是包B 歡迎又回到我們的Podcast 記得按LIKE、SUBSCRIBE和SHARE 沒錯 剛才說到梅辣的Part1 現在我們就說Part2 剛才是說到Kath Poon 接下來我們會說這個家聰頭碼 阿泰 她現在懷疑是失望推出梅辣和網絡 她就說朋友怕她會成為下一個Jane 事緣後Jane就離世了 舊外家聰也是直播道歉 提到不想連累到不相關的人 決定退出梅辣 這幾天 梅辣的藝人也在IG上 紛紛刪去自己的梅辣通訊電郵 疑似是離開公司的 被指是家聰的頭碼 就是拆鞋子阿泰 好像現在是首位承認 已經是離開了梅辣的幕前藝人 你知道這個阿泰是什麼嗎 通常我不認識的人我會去搜尋一下 我搜尋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誰 昨天你說完我也說 What the hell is 阿泰 她說她加入了梅辣三年 原來跟家聰的關係很密切 而且兩個人都是魔術師 月前曾經一起開這個魔術show 阿貞離世之後 她算是一個比較高調發聲的人 甚至有人幫她維護她 她自己也是維護家聰 阿泰除了亂入私男的直播 就叫她關掉這個直播之外 知不知道私男是什麼事 知道 你說一下 私男發生這件事 阿禎死了之後 她就開直播 然後就說不關我的事 想馬上洗一洗飽 應該是說我很抱歉 I'm very sorry for the loss we have had 我們也有什麼記憶 I'm just very sorry 她不是的 說話全部都是好像 風向就是想洗白 我覺得現在他們所有的人 很反常的行為 就是他們那個不是悼念別人 而是個個出來是要洗白 是要證明自己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個個就生氣了 沒錯 所以為什麼這麼大反應 就是因為你們的人做得很錯 這就是人家說你們沒有人性 因為好像我們上一個Part1這樣說 其實你上年去到多姐搶職業的時候 其實大部份人都偏在微辣那裏 阿禎還有很多Haters去說他們 如果這次阿禎世以 你們就說我們是 可能之前阿禎跟公司是有些糾紛的 可能中間有些誤會的 但其實我們上下公司的人 都是很support她的 看到她走到這一步 我們大家是深深的協議 或者是很feel sorry about her loss 對 這樣已經搞定了 但你們每個都要衝出來刺 每個都說證明是自己不關事 是她有問題的 那些人不是覺得你們落井下石 她曾經是你們的員工 你應該說I feel very sorry for your loss for everybody's loss 我們這個loss也是 因為這是我們以前一個很好的員工 對 有一起做過事 這個員工也在你的公司有貢獻過 有貢獻過的 你應該 respect每一個員工在你的公司有貢獻過 對 但你不是 你們現在真的越炒越糊 撲你的街 我講極多垃圾公司 微垃圾 垃圾 垃圾 我們說回在私藍的直播 其實阿泰亂入 曾經叫她認識直播之外 曾經是一度跟網民對鬧 有啊我看過很多劇圖 有些人留言問問 為什麼你要叫私藍閉嘴 她回覆了 她說我怕你們會逼死多個人 為你積陰德 並且是關掉她自己的IG留言功能 我有個大膽的想法 對 你說 她為什麼那一刻特意要進私藍的直播 為什麼 我只是大膽的想法 是 或者她是喜歡私藍 不是吧 可能 她說因為公司出了聲明 叫她不要趕著 收聲 會不會也算是 我不知道 總之 不過我的估法 有好感 有好感 有好感就是這樣來的 或者她覺得不太多人認識她 也想衝出來刺 因為她的留言 全部都是維護私藍的 唉 他們那些人真的很白癡 Anyways 這個 好戲是正在來的 好戲是正在來的 她說 本月中曾經有發帖 她說無悔這三年前轉行入尾 這個嘗試 聽清楚一點 阿泰在這個什麼時候說的 好像是 好像是幾個月前說的 她說 慶祝 祝梅辣十周年快樂 去到7月30日 突然宣布退出梅辣 她說已離開梅辣 對公司失望 對網絡失望 對世界失望 沒有了阻止任何事 以前是 現在是 突然掉了 RRP 她一出帖的時候 整個年燈都很熱熱兮兮 你知道嗎 我在想過什麼 我後天會有機車 阿 的聲音 180度轉 之前才說 我沒有灰入尾辣 現在就說 對公司失望 我還要離開尾辣 彈出彈入 還有打我一份 這些是唐八虎店周恩嘉全兵器袍的第一名匯馬昌 其實你想想 她說什麼 第一句我看到已經離開未來 拍手掌 這些真是說人話 她說對公司失望 又拍手說人話 第三句對網絡失望 開始扯頭 什麼意思 你不是Youtuber 你不是騙出來的 然後對全世界都失望 哇 發謠啦 自己說什麼 然後說 無聊了自己任何事 廢話 你無聊扮四條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眼一點就知道 以前是 現在是 將來都是 你無聊扮四條 你明白嗎 你看她的IG 你會看到頭三 頭兩句 離開未來 對公司失望 其實已經夠了 你加上一句R.I.P 可能你已經贏盡所有的掌聲 你的工作會馬上湧過來 但你加上後面的東西 人們就會覺得 這是不是很傻 為什麼這樣呢 人們在聯敦的時候已經說 這傢伙有問題 不關他事 其實我想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他死也要維護家聰 因為家聰是公司老闆 就算你退出了 家聰退出了 我現在又退出了怎麼辦 我私底下可能加入了股東 任何工作 他就這樣說他以後不會再用這個名字 來東山再起 我想你這個名字就有很多錢 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然後他又鋪了一條 超千字文 嘩 真是長到 我讀完後 我也不知道怎樣解釋給你聽 來了 現在說了 你聽著 快說吧 由今天起 IG YouTube 再沒有阿泰這個人 我不需要阿泰這個名字 東山再起 我受夠這一切了 我無料玩下去了 七情六欲放上面 有什麼說什麼的人 真的不適合玩這個圈 偉三關 偉三關 但你剛才前幾個月 前幾個帖文才說無悔加入美辣 是呀 慶祝美辣十周年 你這個人情緒有問題 彈出彈入是打何一笨 是呀 他是精神分裂 這兩個月朋友陸續叫我看病 怕我成為了下一個人 這不是一個敬敬業業的工作 一切都是講明的 我後悔為何沒有早點談戒藥 你看他是不是瘋了 這傢伙一邊就說無悔 一邊就說不要早點解藥 會瘋了 她說Jane出事之前很感謝朋友觀眾叫我向前看 但向前看有什麼在這裡 有家聰在幫助你 沒錯 我已經罵了全世界 朋友老闆逐個打電話吵 Jane出事之後 朋友們被人吵 看著身邊的人哭 又哄不到任何人笑起來 我幫不了 一個都幫不了 我只可以無能狂怒 你們真的認為所有人都活該死 口口聲聲留言說知道真相的人 你問一下 誰才被人罵得最厲害 還是Jane生前的物友 可能真的讓人活該死 但我想不會是全部吧 最好笑的是你們所謂的正義 會先死了一群打扮牛公養家的人 再死一群三觀正確的人 藝人說的東西是對的 要辦得很好看 我不懂裝了 不好意思 我現在不玩了 他說辦得好的那些繼續吧 其實我有想說 她說到這樣 其實她不是想說Jane才有問題的那個呢 就這樣看這篇 知不知道我覺得是嗎 她想說自己是有問題的 那些邏輯有一點問題 她真的是有問題的 他說打扮牛公養家的人 三觀正確的人 他說現在所有人被人罵的那些人 多謝 加聰這些他覺得是三觀正確的人 如果是三觀正確的人 人家欺凌的時候 你就要叫人停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他們是三觀正確 那你三觀很不正確 沒錯 你知不知道三觀正確是什麼 叫人墮胎叫三觀正確 或者小朋友可能 我不知道 或者小朋友可能有問題 因為阿晶可能已經有情緒病 要吃藥 有可能這些事情 我想說我有個朋友也有情緒病 他也長期吃藥 生了小朋友出來沒事的 人家的男朋友也很願意和他一起照顧 不會像你這個家聰一樣 你老闆出恐嚇電話 對 去阿晶 三觀正確 但阿晶是沒有詳細說的 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然後你們這群人經常說 拗贊助 拗禮物 是吧 三觀正確 不正確 他說自己是正確 然後你們的客人也知道 未來裡面淫亂的 三觀正確 這個吃那個警嫂那個吃那個人妻 誰跟誰在一起 然後跟姐妹一起 嘩 這個我們要開另一個貼文再說 他們裡面的關係淫亂到 淫亂到 淫亂到真的 是 之前有一段影片是說蘇菲 是 之前有一個影片說到 又是家聰的直播 有一個人進來 就說 為何這麼久沒有見到蘇菲 那些人就懷疑 因為蘇菲是跟六豪子有關係的 然後分手之後 就被人放入冷工 放入冷工 放進雪櫃裡就不見了 原來他們的公司關係是這樣的 可以是這麼不專業 這麼專業 現在網上已經有微辣關係圖 可以自己看一下 或者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說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然後這傢伙就說 不說了 再見網絡 等實名網絡出現在回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的話 我就會選擇不要入過微辣 不要碰過網絡這行 你看這傢伙是否 你剛才說感恩 無悔入過 現在就自己打自己 回馬槍 回馬槍又來了 然後隔了一會後就說 放心還沒死 我還在等待世界燃銷 不用打過來安好 即是怎樣 那一刻我都以為怎樣 你又說退出又不退出 現在真的退出了 昨天這傢伙是MVP 知不知道為什麼 蓮燈的MVP 蓮燈的MVP 不單止他很有技術 同一時間流馬車也打人 流馬車打人 其實是卡住了他的流量 即是那些人的 attention 去了流馬車路 那些人都說死了死了 這傢伙沒有了MVP 這傢伙沒有了MVP 我已經輸了 誰知道 他馬上打開一個 caption 在下面給人留言 哇 那些人又衝進去留言 那些流量又回到那裡 這些真的是MVP 彈出彈入的風格 但他現在真的退出了IG 沒話說了 現在IG真的找不到 不過那一刻等了幾個小時 你退出我尊敬 我尊敬 流馬車你也贏了 昨天流馬車本來追得上 好了 現在我們又說一說 很多人說那兩個人 鋪了哭哭相片的那六個人 那六個人是阿成 卡特 六豪子 Jacky Law 佩南 斯南 曾經有鋪了哭相片 六人哭哭了 對 被指是集體欺凌阿晶 而米利昌公司也發聲明說 會停止跟阿成所有合作的 並將廣告傳授下架 阿成現在就為這個 涵上解話 其實他沒有欺凌過阿晶 亦都鋪出了一些對話 就說我曾經有跟他 互相鼓勵過 因為我也有抑鬱症 他就說他老婆是不知道的 簡單來說 我跟他不是很親密的朋友 但可以自稱自己是病友 什麼叫病友呢 就是大家都是患上抑鬱症的 大家互相鼓勵 有些insight joke 是關於藥物的名字 是大家才認識的 很多時候阿晶也有教他 如何控制他抑鬱症的方法 例如呼吸治療 如果很緊張的時候 記得怎樣令呼吸 令心跳變正常 這樣靜下來 即是對話都是很正確的 很正確的 那張哭哭的照片 他就說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是 是有這個意思 是有這個意思 以及我是被人拍的 那些人 你知道那一刻 每個人都在玩故事 拍一下你拍一下他 其實也有可能 因為那個故事 其實不是用他的帳號 是在Cata的帳號 沒錯 他就說 別人拍我 然後被人拍出來的故事就是這樣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可能他跟阿晶 又沒有去到 或真的有霸凌欺凌的狀態 但是我會說 既然你自己都是一個精神 抑鬱症的病患者 而你又知道阿晶也是 為什麼你知道他被人欺負的時候 你又不出聲說 你又不出聲說 對 他的帳號也有說這句 他說 阿晶最後也要跟你說一聲 對不起 作為朋友 作為病友 我竟然忘記了關懷你 他說阿炳姐在這段時間 收到不少罵他的聲音 其實他也有接收到 他會正視這些留言 他不會刪除了他的 那我又會覺得 我覺得 終於有一個講人話的人 起碼出現了 但是阿晶其實他在圍書裡有說 他說 雪山崩塌的時候 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 當這間公司死的時候 其實沒有一個員工是無辜的 所以阿晶坦白說自己 他是沒有打算用抑鬱症 做免死金牌 他說 你們眼中 是其中一個雪花 在我心裡 我的確是有後悔的 為什麼我當初 是沒有關心阿晶 問一下他多些 可能後果會不同 我會覺得 其他都是糟糕 但起碼你是沒有那麼糟糕 現在起碼我聽到有少少反悔 有後悔 沒錯 我不可以說你是否好人 我又不可以這麼說 但你懂得有反悔這個機制 你起碼是一個人 我會覺得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 唉 那些不想說他死 但是 起碼先退出 不想再在網路見到你們 你現在澳門這麼小 和香港這麼小 你做什麼都死 其實他們退出網路 對他們的懲罰都已經不夠多 他們私底下肯定滲透了很多 他們做了這麼多年的網路 是的 他們再改另一個名字 再開一個演藝人公司 又搞定 而且你不要忘記馬來西亞 那些 他們都去馬來西亞 經常出場 那裡都有贊助在那邊 馬來西亞那邊 有可能不太在乎 真的有可能不太在乎 是 最後最後 Part2都說了差不多 20分鐘 17分鐘 最後我們說一說 霍哥 他好像說要退出 是嗎 對 人們說他是最清傳的人 但我又覺得他未必是清傳 就好像阿禎所說 你是其中一個雪花 霍哥說收到很多訊息 現在著眼點 不是應該是他那裡 處理了薪侯事先 希望阿禎家屬 他的事之後再說 隔了沒有幾天 今天30號 終於證實到了 霍哥在自己的TG群組裡 承認已經離開了微辣 他就說 跟大家宣布一件事 我已經正式離開微辣 一直以來 多謝大家的幫助和支持 這段時間 看到大家為這件事 這麼費心費神 真的覺得很抱歉 我覺得 因為霍哥說阿禎對他有恩 他說而已 有恩 當初你不幫他 說到這裡 我覺得 可以整合一下 他的抑鬱是由 落仔那一刻開始的 然後再經過他們公司裡的 職場上的PR 工作 Herman Fielder 欺凌 阿禎以前又說 叫一些藝人 記得多點曝光 但藝人又懶 又不肯 又說他很煩 有這樣的事 有的 這些 然後 六豪子恐嚇電話 加在一起 才令到他崩潰 看到我兒子要結婚 和另一女兒 將會結婚 阿禎有發表過一些 和六豪子的對話 六豪子是他 阿禎退出了 之後也有繼續找他 阿禎也說 你放過我 然後六豪子就說 我跟你出來聊聊天 聊聊聊 聊聊聊 其實人家是不想的 又不停想找人聊 聊什麼 可能真的有些事發生 但很可惜現在對不到 希望 但有一個 IG的名字 叫做Sean SeanLang 是保留很多資料出來的 我們都會繼續 摸著那個 看看有什麼最新的消息 密切關注 之後再跟大家更新 因為實際太多人 你看我們今天都要說兩個 Part1、Part2 這樣就知道太多了 我只可以說這班人 整班 淫亂關係 淫戰男女 畜生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 如果過了身 我不要管 她的遺言 她們價值觀很有問題 我不管她的遺言 有沒有誇大 或者有沒有 任何真實 或者阿禎自己想多了 或者這樣 但她那一刻 感覺就是這樣 而且已經是 說到 整間公司已經是 迫到賣場角 已經 Exactly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為什麼你們公司還要這樣 追著她 還要繼續這樣 然後 人死了 你的公司可以這麼短時間 出聲明 是不是很涼薄 又說不關人家的 這些不關人家的 這些不關人家的 是PRO 在Marketing那裡寫出來的 或者PRO那裡寫出來的 大哥 都要經過你老闆 這些事情 你說公司大又不是很大 我相信不會經過老闆 然後原來 駱仔聰也是老闆 真的很黑暗 所以趕一點不趕一點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 說一下她們的淫亂關係 真的有太多故事 大把女兒咧 拜拜 拜拜